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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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師兄, 今頓你請客了 不如你先聽Roger說好嗎? Roger, 我想很衷心跟你說一聲 對不起, 經常令你失望 你知道我們這行業時間就是今次了 無謂轉彎抹角 師兄謙, 你有什麼想說? 對不起, 我還沒準備好 好, 穿西裝, 回中環工 就是說無論今天給你開任何條件 你也不會改變主意 好 我約了客人有些事要談,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Roger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無論你的決定如何, 祝福 無論你的決定如何, 祝福 對不起, 你別生氣了 師傅,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又是你叫我約Roger 你知道你上次失敗 他已經給我臉色了 這次又是你親口答應我 如果有好好的項目, 你會認真考慮 為何你連聽都不聽就要拒絕他 你應該搞得很尷尬 對不起, 我不想他把整個項目拒絕他 我想一來就說得清清楚楚 那就是從一開始你就沒想過答應 那為什麼要我約他? 人家還問我你是不是真的很有誠意 你現在搞得我好像傻婆一樣 我不預先跟你說是我不對 但我想你知道 做金融這行業, 很多人做得比我好 但陳人降漸這份工作 不是人家就適合做, 不是人家有客人去做 這份工作還需要我 你經常說這份工作需要你 那我呢?你有沒有替我想過 誰?你有什麼瞞著我? 她是你背後的女人 你為什麼會這麼想? 阿楓只不過是被我牽涉的同事 你這麼堅持要留在殷明寺 就是因為他 這個康如風到底跟你說過什麼? 不關他的事 那你敢不敢說 你要轉工的事 沒跟康如風商量過嗎? 師傅, 你到底是不捨得這份工作 還是不捨得康如風? 你說了去哪裡? 你回答我 是, 轉工的事, 我有跟阿楓說過 就是他知道的事也不少過我 那我們一起工作, 聊聊天很正常 聊天聊得這麼深入 你一個人都當我傻的? Vinci, 你相信我也好嗎? 不要, 我跟阿楓不是你這麼想的 你知不知道女人的直覺有多準? 你只要知道我施藝謙是什麼人就夠了 好, 我相信你 你算了, 我們不要再說了 我明天還要開會 怎麼整天早上都不見Gason和Crystal呢? 他們倆出去了見江少谷 盧老師, 是不是有事要跟進? 是這樣的 昨天我去總會說回媒婆婆的案件 感謝台灣源愛社的幫忙 這件事才可以圓滿解決 所以我跟總會提議 可否讓我們跟源愛社聯合辦的宣傳特輯 那到時就有更多人知道 我們一名社的服務 是呀, 總會非常支持我這個提議 盧老師, 不如交給我科留吧 給你? 看來我不用頭痛了 那份招聘廣告應該怎麼下載 前晚跟盧老師理游巴士學 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坐在樓上 什麼都不想, 看出窗外 我不僅見到香港的眾生相 連自己在心裡想什麼都清楚了 所以說洗滴心靈不一定隱居避世 繁囂鬧事一樣是一間正修的蟬房 源愛社的資料和聯絡在這裡 看了不明白, 問我 你可以放心交給我 謝謝 我只顧抗議然後戴上去 你真不好意思 你這麼遠來 不要緊 江小姐, 不說的話 真的看不出來你在街市工作 我也在這裡工作了大半年 你進去坐吧… 好 坐… 來, 不好意思, 這裡很骯髒 你先生失蹤之後就在這裡做? 是呀, 我之前身體不太好 他一直不讓我出來做事 你老公也對你挺好 是呀, 不過他走了之後 沒辦法了, 也要賺錢 不過這裡只是添菜、收錢 也不辛苦 對了, 有沒有老公的消息? 我們已經出過新世登記重署 他們說沒有邱文輝的死亡紀錄 另外, 我們也發了信領電訊公司 和銀行等機構 看看他們能否聯絡邱先生 但還沒有回音 我們也去過城法物流 問過邱先生的舊同事 也接觸到一位叫慕蓮的酒樓之客 不過慕蓮說邱先生只是普通茶客 跟他絕對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 我們也不敢肯定 那位慕蓮就是邱先生口中的那位慕蓮 所以現階段, 我們只能接觸他 江小姐, 你放心吧 我們會努力繼續去查 今天我們來就是想問你多點資料 好, 你問吧, 問什麼? 對了, 邱先生有沒有其他特別的特徵 例如是痣或胎記之類? 沒有 那他有沒有什麼習慣和嗜好? 什麼都好? 沒有, 我老公很省家 平時都不出去玩, 亂拼錢 怎麼會這樣? 不過不知道算不算 他平時很喜歡吃腐乳 還要吃義和豆品的腐乳 腐乳? 對, 那時候我們供了一層居屋 想快點供了他, 便慎慎慎慎 天天就拌腐乳、砂糖一刀 有時候殺過即食麵、煮菜 我就是這樣 你想想, 有一個這麼有情有義的男人 怎麼會一聲不吭, 這樣逃跑? 他真的很有情有義 對了, 他是不是一定要吃義和的腐乳 我吃過張媽記也很有名 不行的, 別的牌子一定要吃義和 那裡好像有個男人看著我們 那裡有人, 這麼巧有人經過嗎? 好吧, 乾小姐, 我們也不妨礙你了 那我全靠你們了 我們有準一步的消息會通知你了 謝謝 好香 進去吧 老闆, 吃什麼? 要兩碗豆腐花, 冷的 再多加一份煎釀三寶, 謝謝 兩碗豆花, 一碟三寶 這麼豪, 這麼豪?小蠔 這裡吃一碗豆腐花, 八塊一碗 十塊一份煎釀三寶, 超合理的 八塊這麼便宜? 我平時在州內吃的那些小桶 也要四十八塊 那你真的要好好嘗嘗這裡的 街坊豆腐花, 飽了你一層味 好, 嘗嘗 有一點點滑在喉嚨那裡 我沒有介紹錯了 老闆, 你的豆腐花真的很滑 是我這麼大的女兒吃過, 最棒的 不用說了, 什麼子蓮 都說我們是全港第一名的 老闆, 老闆, 阻礙你 其實我們是殷明社的尋人幹事 殷明社是一個幫人尋人的前線機構 那有什麼能幫你們呢? 是這樣的, 老闆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這個人呢? 他叫休文輝, 他是這裡的熟客 經常來買腐乳 不知道最近你有沒有見過他呢? 他樣子這麼普通, 真沒什麼印象 而且我們這裡最近的腐乳賣得斷貨 他想來買也沒有 老闆, 謝謝你 如果休文輝想再來買腐乳的話 可能下個星期會再來 我們到時再來找他 好…下次再來吃 下次再來找一個 對了, 你有多少錢在身上? 行了, 這餐我請你吃吧 不是, 我是想問你借錢 你有沒有二千元? 傻瓜, 我哪有這麼多錢在身上? 那我陪你去當機 你也傻瓜, 我銀行只剩下三塊錢 怎麼搞的?你這麼大人沒積蓄嗎? 你有資格說我嗎? 那你先用信用卡套資 你洗錢精, 你知道現在卡套多少利息嗎? 傻瓜才這樣給銀行賺錢 慢著, 你這麼多錢來幹什麼? 人家有朋友生日 在蘭桂方開派對嘛 你還敢去蘭桂方? 還有, 你是什麼朋友? 一晚花你一千元? 我被爸爸扣起所有的衣服 我也沒打算買衣服去換 他們上次也有跟我慶祝 我不可以失禮 我無論如何都要買份禮物去 吃飯、喝東西也要錢嗎? 不, 我不會助長你這些過度消費 你不如老實地跟你朋友說 你讓你爸爸罰還好吧 這麼多說? 那你自己拆好它, 老闆, 結帳 二十六 快樂,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你好漂亮 乾杯, 乾杯, 乾杯 不好意思, 各位 我遲了, Jessie, 乾杯生日 謝謝 謝謝, 你怎麼穿成這樣? 沒有, 最近我老闆看得起我 就把我放在前線 我正在跟著一隻很厲害的案件 沒空就回家換衣服, 是嗎? 我買了銀包給你 不過放在家裡, 下次送給你 沒所謂 各位姐妹, 下個月就有三天 你們想到去東京還是首爾未? 當然是去東京買衣服 當然要去首爾買化妝品 不如這樣, 我們可以待一日首爾 之後再回到東京就行了 好漂亮, 你好漂亮 阿君元, 我不行 你怎麼這麼掃興? 上次明明是你先說的 不是, 我最近工作真的很忙 你這麼拼命, 幹嘛? 這份工作都是你爸爸監製的 況且你也是貪心這裡有冷氣 所以才做 不是, 其實我覺得這份工作 做下去真的很有意義 我剛才幫茶餐廳老闆找妹妹 不如稍後我們去旁邊的包裡喝東西 我知道有個客廳很英俊 很英俊 很英俊 那我們就逐一杯咖啡酒 讓她逐一杯逐一杯在我們面前贏 好, 阿君元, 她有什麼樣子? 我需要去洗手間 老師, 你陪我 我去, 我剛才去完 走吧 別管他們, 你怎麼吃? 我去看看她 你覺不覺得Jessie今晚的眼線 重手了一點嗎? 當然不夠你畫得漂亮 當然了 你又說去廁所的吧? 是這樣的 今天早上我上班時太多忘記戴銀包 一會兒你可不可以幫我付錢嗎? 你幹什麼?老人痴呆嗎? 你看你這套衣服 我穿上街放狗, 她也嫌棄了 我剛才不是說了, 做事嘛 行了…待會兒先替你付錢 不知道幹什麼 Vincy, 幹什麼? 剛開完找什麼事? 沒有, 我知道你最喜歡的 法國導演 法蘭夫司機有新戲相 今晚電影中心八點半有一場 不如一起看吧 好, 我今天六點多就只有你們 來接我吧 六點?我今天沒那麼早收 要幫同事做點事 不如這樣, 你找到地方吃點東西 我一搞不完, 過來追蹤你 你有跟同事做事嗎? 又是余峰嗎? 那你們有什麼事做? 只是基神, 我都說過跟阿峰沒事 我不辭職, 跟阿峰沒關係 那你做事, 我不妨礙你了 那算了, 我也有很多報告要寫 再見 大件事了 怎麼樣?又想借錢嗎? 不是, 我剛才聽到師兄和Vincy 說電話 原來我們出去查英文輝的案件 這幾天發生了很多事 師兄差點辭職不做 怎麼會?師兄這麼喜歡這份工作 根據我剛才聽到師兄和Vincy的對話 應該是Vincy想師兄離開一名社 但是余峰又不知道跟師兄說了什麼 令他那邊主義流對 令Vincy很不開心 師兄還沒能把Vincy送回 基神, 我們差不多要出二和豆瓶 那裡, 報為邀文輝 是呀… 那我們先出去吧 走吧 師兄, 是不是因為我令Vincy誤會嗎? 完全與你無關 其實我決定留下來 Vincy怎麼會生氣 你放心, 過了兩天, 我再討厭他 老闆 有你們兩個嗎? 是呀, 老闆 我們想看看這個人今天有沒有來過 不覺得 麻煩, 不好意思, 我要辣的 你給錯了我了 我可以, 我換個給你 你們在找那個人是不是他? 休閒… 休閒, 別走… 休閒… 休閒… 休閒, 休閒 我們是一名死的尋人港師 你是不是殷雲青先生? 不是呀…我都不認識你們 幹嘛捉住我?放手呀 我有你的照片, 你不用不承認 還有, 我認得你的帽子 你是不是去菜檔看過你老婆江少公 是不是? 我那天剛巧見過她 怎麼了?她叫你來找我嗎? 我和這個女人無端無端的 我們已經離婚了 怎麼了?你們不知道嗎? 就是這個女人騙你們了 她是不是想看我幾節多了? 我和這個女人熬疚了 麻煩你們回去, 告訴她 就算我死也不會回去和她一起 想不到那個高少谷騙我們 原來她和殷雲飛來了婚 我們要快點回去 跟老Sir說這個消息才行 原來殷雲飛做了駕駛的士 做什麼都好, 都不到我們來 江小姐, 我們今天叫你來 是要跟你說回這個案子 我們不能再追蹤了 為什麼?是不是阿輝出了什麼事? 不是邱先生出事 而是其實你和你先生早已離婚 不再是只是親屬 江小姐, 本來你說你老公失蹤 我們接這個案子已經很勉強 誰知道原來你還欺騙我們 對不起 是, 我和阿輝真的離婚了 說回差不多是過年那段時間 那天她跟我說 她說她外面有個女人, 叫做慕蓮 她說她不愛我了 我們喊了一場大交 她還叫我用通姦的理由 跟她離婚 我生氣了就跟她離婚 但她過了八個月 我收到律師劉國豐離婚協議書 我很傷心 而且我越想越不相信阿輝 會因為另一個女人離開我 江小姐, 那個男人這麼壞 你為什麼還要找她? 這塊肉是她逼我離婚前 那個月送給我的 那天我們結婚五周年 她買了這塊肉 還在那些廟宇找人開光 她說希望我觀音 為何能保養我身體健康 一個男人這麼疼我 我怎麼會相信 她會有另一個女人離開我 我真的沒辦法 我才找你們的殷明社 她說因為另一個女人離開我 你們也找過那個慕蓮 她也否認了 豈不是阿輝撒謊 閃姑娘, 楊幹事 你真是幫幫我, 拜託你們 江小姐 你的情況的確很值得同情 但因為你和邱文輝 已經不再是直系親屬 根據我們殷明者的規例 這個案件我們是不能再跟下去的 而我們之前查到的東西 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你不如嘗試再找社工 看看能否幫你幫忙吧 沒用的, 試過了 對呀, 那我現在怎麼辦 我覺得江小谷真的很可憐 想不到我們第一宗案件 就難未收場了 我有點餓, 不如吃客了 不如我們買一盒燒肉飯 回一名吃吃吧 這裡嗎?十多元一盒飯 吃不吃得下肚子 什麼吃不吃得下肚子 這間燒美店很有名的 不是貴才好吃的 況且你現在變得窮貴 還可以選擇嗎? 你幫我排賣吧 站在這裡, 你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去廁所, 待會前面等 那你別吃了, 我說不會幫你排 Crystal? Jesse 原來Missy說的事是真的嗎? 什麼真的?Missy說什麼? 沒有, 她說你爸爸的酒樓很不碰 那些伙計餐點不涼, 也不能出 還說上次我生日, 你不犯錢 也要向他借 上次你不是說買了一個帳戶給我嗎? 我想現在還是沒有的 Missy, 有沒有搞錯? 胡說我和我爸爸 我是因為在蘭桂坊斷了片 我爸爸才罰我經濟大封鎖 隨便吧, 無論如何無論如何 反正也與我無關 你們慢慢排, 我先走了 沈月貞, 你是什麼朋友? 這是什麼朋友? 那我什麼事? Missy, 我借了給你那個手袋 我今晚要用 要不你拿過來公司給我 你是不是這麼急要用? 我還給你 我不是急著想拿回那個手袋 我是急著想知道 你為什麼要這樣搶我和我爸爸? 沒有, 我哪有搶你和你爸爸? 你不用再騙我了 剛才我遇到Jesse 她說是你說的 你說我吃一頓飯也沒錢給 說我爸爸現在走來欠一些伙計糧 什麼?你真的不行嗎? 你這麼說上次沒有問我借錢嗎? 還有, 你看你 天天都穿得寒寒酸酸的 你看, 又不知道要拿回什麼手袋 等等, 你這麼急著拿回手袋 你不是打算拿去倫敦站放嗎? 都說是我那次去了店鋪 斷了一篇 我爸爸太生氣才斷了我的娘 沒有收拾我所有名牌的教訓我 你現在說什麼都可以了 我們這麼多年朋友 你到底有沒有關心過我? 你連問都沒有問清楚我 就算我真的不行 你還是應該想辦法怎樣幫我 而不是怎樣搶壞我 幹什麼…你現在發窮惡嗎? 還是發混亂? 好, 我就發混亂 羅美算, 我們以後不是朋友 我朋友多得側滿尖沙咀 少你一個, 濕濕碎 郭Sir 要不需要找人談判嗎? 我剛才Maisy是最好的朋友 去年她男朋友劈腿, 她要生要死 是誰在尖東海旁抱著她逛逛宵? 是我 然後她說要去尖東海購物, 平行心理 是誰立刻扔下所有東西 陪她去日本爽買爽吃 兼包全程洗費, 又是我 有時候懷疑自己 害她比對自己的父母更好 現在她在健在手中, 就馬上翻臉 就是不認識人, 真差得沒人有 越是富裕的社會 就越是從上物質主義 Rystal, 你和你的朋友有個共通的大問題 就是將友情建機於消費 以及追求物質之上 香港地, 每個女生都是這樣 假裝買名牌趕潮流 你不夠吃就出門了 我不打算用一程車改變你的看法 也知道這樣是不可能的 不如你嘗嘗這樣吧 怎樣?老Sir 答應我, 趁你和朋友冷戰 出來談的時間少了 做一些你平時少做的事 什麼意思? 例如你去找一些你平時不會看的書來看 增值自己 你叫我自我增值嗎? 增值也要說錢 你怎麼會問你?現在我爹地經濟封鎖我 看書就不一定要錢 你可以去圖書館或者去書局打書釘 總之就福有詩書, 棄字華 什麼華華? 我再聽過書中自有黃金屋 不明白, 總之多看書 就會有潛移物化的作用 老Sir說的事一定有道理 反正時間多的事 不就當作是角色扮演 扮演文藝少女, 打書釘吧 喂, 弟弟, 我到了戲院了 蛤? 你來不了嗎? 那好吧, 我自己去看吧 再見 這套戲的名額就聽了 都沒有打疫情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叔, 你這個鹹豬手也很不規矩 你說什麼? 你別走, 剛才我坐在那裡的時候 看見你飛在這個妹妹 妹妹, 不用怕, 告訴大家發生什麼事 剛才整場戲, 她也不斷欺負我的腳 剛剛還摸我 你這個臭小女孩, 恩挑鬼命 我洗非乃你, 殺我 我現在立刻報警 臭婆娘, 你這麼多聲氣 你有什麼證據說我救這個小女孩? 你們加密是找我的? 你要證據吧? 我有 這是阿叔 我剛才很清楚看到你 是有心用手去摸這個妹妹的 我全部錄下來, 誤得你不承認 她有物證, 我有人證 你也喜歡看法蘭夫斯基的電影嗎? 是呀, 我覺得很有心度 又留了很多想像空間給觀眾去摸索 我也是這樣看 是, 師兄知道我喜歡看這部電影 他原本打算約我一起來看 誰知道最後也有一個人來看 你不問我為什麼? 似乎你知道我和師兄有點不開心 還是因為你? 師兄沒有告訴我 是洗潔晶, 聽到他跟你說電話 然後才告訴我 你不用跟我解釋這麼多 我只想問你一句 你對師兄是不是有意思? 康如風, 其實我們兩個再轉彎目角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是嗎? 是, 我曾經是對師兄有好感的 他條件不錯, 人品也好, 心底也好 很容易惹人好感 不過很快, 我一知道 他和你拍拖六年之後 從那一刻開始 我已經只當他是好拍檔, 並無其他 媽媽, 你滿不滿意? 我沒想到你這麼坦白 既然你肯跟我說這番話 我就相信你說的是真話 拖如風小姐, 到你落後宮了 好, 謝謝 如風, 落後宮都是說真話 你一定沒問題的 小小姐, 今天是禮拜天 你不是打算讓我逛街看電影吧 我想了幾晚 我第一次帶隊做案, 沒理由吃炸壺 況且那個光小姐真的很可憐 我很想幫幫她 怎麼幫? 我承認他們背後的故事 不是那麼簡單, 我想了解多點 但是這樣是不適合規矩的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不是上班 只是剛好在街上遇到 所以幹什麼也不關一眉世事 你這個說法硬硬說得通 但是找資料也要有頭緒才行 我上次看到邱文輝開的那輛的士 車身寫著長達車行的幾個字 我就找了個號碼, 打去問 你不是打算這樣就找到邱文輝嗎? 人家的士行, 只有鬼有採你嗎? 我找不到邱文輝, 但是讓我找到資料 知道他們的車行的士 有幾搭交間的地方 在土瓜灣和九龍城附近一帶 聰明了 差不多時間交間了 我們現在去找邱文輝 不好意思, 司機大哥 我們是殷明社的幹事 什麼社? 殷明社? 請問你認識不認識一個司機大哥 叫邱文輝嗎? 不認識, 我們很久都是開替代替的 不清楚是誰打誰的 那謝謝你 好, 謝謝你 今天找到幾個地方, 只有個吉 連車錢也浪費了幾十元 沒浪費 剛才那位的士大哥說沒見過邱文輝 其實是說謊 所以邱文輝應該會在這裡交間 你怎麼知道他在說謊? 多得盧老師叫我多看一些書 我就去逛逛書局 剛好就讓我看到一本犯罪心理學 原來一個人在說謊 眼睛會不自覺地看向左上方 剛才的士大哥在搭我們的時候 就是看向左上方 慢著 我好像看見他看向右上方 你看錯了 右嗎?不是左嗎? 看向左也好, 看向右也好 總之她的樣子就是在說謊 邱文輝? 基哥, 車子已經滿地了 謝謝 輝哥, 剛才是一男一女 說是幹事 我確實一定是收帳公司來找你 那人呢? 放心吧, 我幫你耍走 自己倒閉吧 謝謝… 走吧 沒過兩期而已 不是這麼快追到來吧? 不是吧?以為我們是收帳公司嗎? 各位問清楚她 我們在舊店 她用什麼好像上次走了? 當然是吊著她, 小心點才做事 我一定會知道 老公, 其實你會進去 fragen, 這麼涼忌 雖然可以進去 男廁, 很涼忌 也可以進去 我去, 但不行 那天啦 一定要去 進去 進去 到你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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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在藍廁洗衣服嗎? 是呀,不僅是洗衣服,他還洗澡 連洗衣粉也帶來了 醒了,現在六點多了 有什麼事? 你剛剛等我,等他睡著了 他現在收回衣服,準備走了 好了,來,快點站起來,跟著他 誰的女人願意跟她捱麵包? 還要是特價麵包,買衣服送二 她真的怎麼看都不像鮑爾拉 好,越來越累了,不救我妻夫婦 好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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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我赤白 今時今日還有人窮成這樣 你看他, 隨便把麵包塞進去就算 你們倆怎麼搞的? 他把他拿出來 我就說跟那個小伙子離婚了 你不用再騙我們了 住籠屋, 熬麵包 連衣服都要在公廁洗完 不是, 你這樣的身世 又怎會有另一個女人呢? 你為什麼要在你前妻面前 扮風流快活? 我的事不用你管, 麻煩你們走吧 今天是星期日 為什麼我們不去玩, 不去玩 不去享受那個假期 反而要跟著你走來龍屋這裡 是因為我們覺得 你老婆江少谷真的很可憐 你不回去跟她解釋得清清楚楚 她一定會靜止死的 你說什麼? 我老婆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不知道現在都市病之中 除了癌症, 抑菇症也可以死人嗎? 你有沒有跟你老婆想過? 她不是有什麼事嗎? 現在她整個瘋子都到處找老公 找多兩位發光, 不瘋也變真瘋了 我老婆不可以有事 她不應該受這苦 不要 尤先生, 你剛才一直叫江女士 做你老婆 那證明你一直當她是你老婆 究竟你背後有什麼原因? 兩夫妻好地地, 要弄成這樣 我真的不想這樣 但我真的沒其他辦法 我老婆會不會不肯原諒我? 尤先生, 不用太貪心 他們已經接你太太來了 這時候最重要的是 坦白說出所有事情 沒有事是解決不了的 來了 尤先生, 丘太來了 老婆 老婆 老公 老公 我習慣你 對不起, 我老婆 沒有你捱那麼多苦 你知道我很捱苦 有些什麼我們一起捱吧 好, 我們以後一起捱 那你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我弟弟阿耀在大陸不是有一間山寨廠嗎 你撿了我嗎? 他就是一時周轉不了 欠人錢, 迫著同財務公司借錢 他死在難得叫我當他擔保人 但是他…他後來逃跑了 朋友可以選, 兄弟可以選 之後我去山寨廠 我去山寨廠和貨倉我都找不到我弟弟 所以丘先生, 你就要揹了一條嫂子? 我只有一個弟弟, 難道不幫他嗎? 我開中港車只是一個打工仔 唯一最值錢的就是那層居屋 我記得我拿鎖匙那天 我老婆對著那間居屋 是我見我老婆笑得最開心的一天 我老婆, 老婆很漂亮, 老婆很漂亮 我自己女兒這麼開心 我們就行了, 行了 我明白了, 休先生做那麼多事 編這麼多故事 無非是想逼休太太簽紙離婚 目的就是想幫休太太保住居屋 我不想讓人知道 又不想阻礙有隻連女朋友 所以索勝辭了本身的工作 跑去駕駛的士 老婆, 你之前住在龍屋, 埋麵包 就是想自己負責 我每句死捱難捱 打算還著顏色 我查過了 只要我捱過了半年 等離婚令出了 到時候就算連顏色都還不了 要申請破產 也不會連累到 我當善養費給老婆的那層居屋 你別傻了 你以為你這樣為我好嗎? 我們的家因為有你和我才是一個家 你這樣走了 我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家不成家 你以為我會開心嗎? 休太太, 其實休先生也很慘 他很想念你 所以才會到菜桌上偷偷看你 老婆, 這半年沒你到我身邊 我真是眼光光, 整個人都借光 是 沒錢不要緊,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記不記得我們結婚的時候說過 無論是疾病、貧窮 我們都不會分開的 沒了房子, 我們就再熬過了 我們夫婦以後一起熬 好, 真是 這些全都是我和基神的戰利品 是休先生休太太送來說要答謝我們 大家隨便拿 不知道現在休先生休太太是怎樣 他們說打算買了一層居屋 還了一些債司 那他們住哪裡? 沒理由休太跟休先生住屋 他們暫時搬到休太父母那裡住 雖然屈質一點 不過安樂窩是沒有分尺寸的 基神、Crystal, 根據我們的守則 休先生休太法律上已經再不是夫婦 這個案子我們不應該處理 老Sir, 你不是要罰我們看檔案嗎 我還沒說完 接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已經同意要彈性處理 所以到最後我還是以人情先 這次你們倆因為涉而不捨 才得到這個完美的結果 應該值得讚揚的 謝謝老Sir 多謝老Sir 是的 Crystal, 這次這個案子對你來說 應該有一定程度的啟發 香港表面雖然很富裕 但是居然有人把自己 像貓貓狗狗般鎖在籠裡 想起也真的很可憐 世傑姐, 你現在應該知道 原來還有很多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老Sir, 就算沒有接觸這個案子 世傑姐在我悉心的調教下 已經變成了一個小省家 大老Sir, 省還省 這次都是他們第一個成功個案 是否應該學一學她呢? 好… 你們都知道我現在是什麼環境 我只是赤貧街巡 你那份我幫你先出去吧 不過現在龍鳳茶餐廳還沒開 如果要慶祝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就上來我家吧 上你家嗎?不行 不行, 你和Vinci沒事了? 沒事了 他之前看完那個法國導演的電影之後 火氣都散了 那套電影真厲害 沒事就好了, 這樣就要去你家了 你怎麼看? 好 我賺了五百元, 都是老規矩 不用如我了, 玩得開心點吧 謝謝… 謝謝… 謝謝…